高三只考最后一天 轮到社会组考生上场 上午考的是历史和地理 下午则应战公民与社会 有学生反映 今年历史考题取材多元 考识试 考知识 也考 阅读能力 与历界试题比起来简单许多 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写的感觉 就觉得跟写历界的时候 感觉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历界都比较难 可是这次写就 就写决比较简单一点 我比较关心国际的 然后就是有在看新闻这样 但还是要从慢慢推 就是不一定你每个时事 你都有听过 所以我是这样子看题目 然后找答案的 有高中老师进一步分析 今年历史考题 特别在台湾史部分 将原住民族相关试题提高比例 像是平埔族群的迁徙发展 以及日本殖民政策下 大报社探雅族人的迁徙过程 等内容都一并入题 反映出今年历史考题趋势 正朝着108年新课刚迈进 强调台湾原住民族视角 以及族群互动与迁徙过程 除此之外 考题也舍弃过多的背诵内容 重视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而整份考题也出现跨领域的整合题目 像是欧洲领袖聚会 就同时巧妙地结合历史与地理知识 不过老师也提到虽然题材丰富 不过在考法上却重视阅读素养 只要学生能把文章认真看懂 答案自然而然就不难选出 原始新闻节散漫一顾 新北新庄采访报导